唐一新产后首次分享日常 原为人脑溢血后近况曝光 许幻山新晋时间管理大师 8月2日 唐一新在生完宝宝之后首次分享个人日常生活 这一次分享了自己健身道理的短视频 并配文道恢复打卡 唐一新穿着一套黑色健身服 正在练习道理 动作标准一看就是一个健身达人 而且四肢纤细 身材俱好 已经完全恢复到产前的状态 太自律了 据台媒资深音乐人小胖老师原为人 2018年10月17日在上海因不慎跌倒 引发脑溢血昏迷 经紧急开刀急救后 终于走出鬼门关 目前在东部老家疗养恢复良好 前阵子好友陈子红提起他都说稳定康复中 他直言曾经被别人卖掉过 因为有次他与一群朋友聚会 其中一位女性朋友当时喝醉了 他扶着对方还拍着对方的脸 想让对方清醒一点 没想当下对方就发起酒疯 认为肖强打他 过了几天这件事就登上新闻版面 后来他才知道是当时现场 有另外一位朋友把消息卖给媒体 还换得一篇专访 那时他才知道我被人卖掉了 许换山不会是新晋时间管理大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